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到各种防疫或者是投资的讯息 因为厚康薄熊的心态 马上就想要转发给亲朋好友 但有时可能因此就传播出了错误的消息 中家宽评三贯王双子星 为帮助民众远离假消息 举办多场社区媒体试读推广活动 收集了许多网路上常见的真假消息案例 与社区民众分享什么是媒体试读 中家宽评三贯王双子星 在我们年度第一场媒体试读的推广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长者 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辨别 我们目前媒体上面讯息真假的重要性 在今年我们的活动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有设计了一个bingo的小游戏 透过小游戏的互动 可以让长者他们对媒体试读的一些分辨的方式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为增加民众学习意愿 准备单位也准备了多道媒体试读题目 让民众抢答拿好礼 也安排了趣味冰果游戏 加深民众对于媒体试读的认识 OI observator 我们可以了解一些信息 然后我们一定需要辨别真假 不要随便乱传 这样也许会影响到别人 他讲出了那么多的判断方法 都可以作为参考 但最主要的很多 你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力 除了查证之外 自己的判断力 中家宽平三冠王双里新总经理陈建春 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民众 或者是学校团体 可以免费向公司报名 媒体试读报名专线 06-281-5194 转8516 许小姐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